細衛今年做了一個關於抗生素耐藥性的調查 發覺有很多市民都不清楚如何正確使用抗生素 郭醫生你好 你好 你可不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 是的 研究發現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覺得 只要症狀相似 就可以吃朋友或者家人吃症的抗生素 亦都有三成的受訪者覺得 只要症狀一停止 他們又停止服用抗生素 省留下一次才食用 其實這些概念都坐得挺厲害的 抗生素作為一個醫生處方的藥物 是需要因應病人的體質、體重和感染性質 去決定處方哪一種抗生素 自己亂食用是會適得其反的 會令到身體內藥性細菌增加 亦都要面對副作用的風險 例如敏感、肚射這方面 所以我們是要遵從醫生的指示 適當地使用抗生素 全歐洲出的文字 適當地使用抗生素 這些類似的文字 窪綁 寫 注釀